在百問社會車廠的附近有一間屋子建立很像的鑑馬店 由於老闆自己用提供的屋子保留 營宿才有想要保留屋子建立自己的鑑馬店 有一群人都是在做老房子保存 嘉義那時候很多很多的日系時代的那種 或是說以前清潮的那種老房子 可是當時候的老房子保存沒有像現在的進市才有這麼嚴重 也算是很弱勢很弱勢 我也很想要把一個老房子保存下來 我那天老房子保存是在我們嘉義市政府在歸倒屋裡前進 我那時候剛好有一個機會可以跟這個屋子可以簽約 然後可以幫他用 那個老房子我也算是幫他整個去大整理 然後整理完之後我們就把它變成是一個 跟漁國是一樣算是一個指標性的那種老房子保存 當初最主要的第一天是這樣 除了鑑馬店是高處以外 隔老房子又是一個收藏家 他們住店面裡面是沒有只有商品而已 也放太多由隔老房收這個古早物品 87 88年代的時候開始的 現在的話差不多將近20年 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在開店 就是也有那種不曉得去哪裡拿到的東西 然後就拿來賣給我 可是通常這種東西的話 我就都比較不熟 因為怕收到賬物 不一樣的地方我覺得裡面的東西 再加上那個外觀原始的風味 還有保留裡面很多以前的東西 可能在我們那年代也沒有的東西 因為收藏的地鐵 隔老房也有在這隻公仔 找到有60座才收藏 而且對收藏品隔老房有自己的理念 就是一個公仔 就我跑了五六十趟 剛開始因為摸摸車然後騎過去 然後看到那個東西 下車跟他講 對不起阿姨你這個東西要不要賣給我 第一次的時候就說好啊 阿可是你明天再來 明天來之後是五十明天的 就這樣子環環覆覆的 靠近差不多一年 那個公仔的話就是那個感冒油 我在收藏的東西很廣 可是我覺得這個如果是 代替性的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 我如果有一種富有教育性的東西 我不會有那麼多 透過高處甘馬店 中收藏的目標 保養好給人 老闆的精神給人欺負 也看到了老闆對收藏的力量 重點以沒有蔡欣宇 加以七一報道